南韓已经诞生首位史上的女总统了 那么挑战台湾女总统实力的蔡英文 今天就被问到 那会不会继续挑战总统大位呢 蔡英文以她现在还在谢票这样的一个理由 就不愿意正面回应 不过卸下民进党党主席职务之后 蔡英文勤走基层累积实力 还抢在苏贞商之前自掏腰包10万块钱 准备将近20万份的贺年卡 祝福支持的群众 这个贺卡也在今天首度曝光 就连贴名条也要力求完美 小英基金会30多个志工动起来 准备着热腾腾的新年贺卡 首度曝光的小英贺卡是明信片款式 图案是一群悠悠的小鱼儿 跟喜气的年年有余字样 正面是Q版小英人头 写着2013年对大家字字句句的新年祝福 准备了大概17、8万张 因为经费有限的关系 所以我们采取用明信片的方式来做它整个画面 那在图样部分我们就请乐神疗养院的小朋友 来帮我们做一个设计 贺卡制作费用10万元 蔡英文全部自掏腰包 优先寄给小猪铺满捐款人 既是贺卡又有满满的感谢 2012年挑战台湾首位女总统插最后一里路 倒是南韩的普警惠先完成了历史记录 蔡英文肯定韩国转型正义值得台湾借敬 出席台中花海活动时 透露第一时间就已经发出贺电 韩国出现了一个女性的领导人 我们也表示恭喜 那我们也期待女性在将来 这个地区有更多的空间 是否再次挑战台湾女总统 小英以带领国家的能力 更胜性别不愿正面回应 言谈今也对马总统缺乏方向 虚好台湾 自外于东亚局势充满忧心 不是跑选战 但小英所到之处不乏民众 寄予厚望 依旧是高人气 累积基层实力 选不选女总统 现在不可说 三连新闻黄宝彤 郑志伟黄诗婷 洪婉珍台北台中采访报道